Hello 大家好 我是Nancy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这一期呢又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主题 购物分享 就是元旦 中国新年 还有 情人节 我觉得这几个节日离得都非常的近 所以呢最近买东西就是买的比较多一点 这个视频呢想要分享都是一些贵家一点的单品 有Viva的两双鞋子 还有爱马仕的一些配货们 还有我最近在爱马仕拿的一个小小包 我们话不多说就快点开始吧 我这件毛衣也是我最近在淘宝上面新买的 但是呢我会有另外一个视频 就是会分享一些我在淘宝上面新买的一些衣服们 主要都是衣服类的东西 所以大家看完这个的话可以多关注一下 看一下我这个视频能不能尽快出 好了我们先说一下Viva的鞋子 我上次说过他们家的品牌了 他们家的品牌就是一个很环保的品牌 他们做的东西都是很eco friendly的 都是用一些可回收的东西做的 我觉得他们家整体的这个质感都非常的好 就他们家就是又环保又舒适 而且我觉得又把握了一定的时尚度 这次呢选的两双鞋我都很喜欢 第一双就是这个 这双是我很喜欢的loafer 然后呢它上面是这个有一个抱的 这个特别可爱 它也是有一点点小根的 他们家的这个鞋后面这里是有一个那种像气垫一样的 所以你踩到后面很舒服 还有就是鞋的这个地方啊 脚后跟这里也是有一些气垫的 就是不会让你那么容易磨脚 然后整个鞋都是巨软无比的 特别软 还有他们家很好的一点就是你可以直接把他们的鞋子放在洗衣机里面去洗 就很容易清洗 而且呢也非常的方便 整体也很舒服 哇看巨软无比 除了这一双呢 我还有入了这一双 这一双我个人是很喜欢 可是呢 我老公和我妈妈就觉得很奇怪 就是这一双 这种奶奶的毛毛鞋 我真的超级无敌喜欢呢 而且我买的是这种鸵色的 我穿过它搭配过一套那个衣服 但是可能因为我那一套衣服本身就有一点素 再加上我配的那个legging 就有一点点像尼姑服一样 他们说 但是我还是非常非常的喜欢这双鞋子 这双鞋呢 这个里面都是毛的 就冬天穿巨舒服 我可能现在分享有点晚了 因为很多地方已经不是冬天了 像澳洲这边还没有进入冬天 它真的好舒服 它外面也是毛 里面也是毛 整个穿上去脚超级无敌暖 而且呢 它里面的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些薄薄的气垫的 这些皮也非常的软 所以不会抹脚的 这双鞋我真的很喜欢 而且它这个地方这样子有一点小小的V 所以呢 不会让你的脚显得非常的厚重 但是呢 如果是这两双鞋比起来 肯定是这双鞋会更好搭一点 这双鞋就是 比较需要考验一下穿搭的功力 我最近穿它也没有找到非常好看的穿搭的方式 但是我还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的 很可爱 就是我最喜欢这种类型的鞋子 就我最近很喜欢用毛毛的东西 然后他们家呢 我是有一个九折的折扣码 到时候呢 我会放在视频的上方 然后呢 在我视频的介绍栏里面也会有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购买的话 可以点进去那里看 然后呢 我也会把我今天买的这两双鞋的链接放在那里 好了 说完这些 就来说一下爱马仕了 爱马仕呢 我最近买了东西不多 但是呢 都是精品 先从一个小东西开始说 就是这个小小的首饰 猪鼻子的这个双层的手链 我看到非常多人买 可是我对它呢 一直没有那种 哦 我真的特别特别想买的那种感觉 等一下 我先把它戴起来 自己戴有点难 反正就是这个样子的 可以这样子双层挂起来的猪鼻子 我的这个颜色是金棕配金扣 这样 我个人是很喜欢金棕配金扣 我还有看到很多人戴的方式是这个样子 像一个choker这样子戴 哎呀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 这样子 其实还好 不会很紧 但是我个人 觉得这样子风格不是很适合 我虚微有一点像狗脸的感觉 所以呢 如果大家入了这个手镯 想着是想要当一个这种choker来戴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三思一下 因为我觉得它当choker不是很好看 它当一个这种小手链 是还不错的 对 而且这种小东西也不是特别特别的贵 还有这个 再有一个Saint Louis他们家的一个小东西 我其实很喜欢Saint Louis他们的东西 因为就很低调 而且很好看 我买的是跟我的那个 因为我有一个他们家很有名的那个灯 跟那个很像的 就是放那个蜡烛的 这里有一个小竹片 就是你这个样子 放在上面 然后呢 那个蜡烛就会有光折射出来嘛 就非常的好看 他们家的这个水晶真的是无话可说 非常的厚 是整体质感非常的好 你看 特别的好看 然后这里是有个小洞的 而且这个下面的这个木的颜色呢 是跟我的那个灯的那个颜色是一样的 就放在家里也非常的好看 里面放一个蜡烛 冬天的时候 我顺便觉得里面 因为我家有那种夹蜡烛嘛 放在里面也会非常的好看 这个我很喜欢 他们家 曾路易斯这种东西呢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的配货 因为它整体分量感很足 质感很好 而且又不是特别特别的贵 就你在外面买 同样类型的水晶的产品 也是差不多价格 但这个也是好看 又可以配货 就双赢 好了 再说买了两双鞋 第一双鞋呢 是有一个 因为呢 它上面有一个特殊皮 就是我很喜欢的 这个类型的半拖 然后呢 上面是新衣皮 我这个也是37码 这个比我上次买的那个颜色 会更深一点点 是那种深螺色 而且扣子是金扣 觉得刚好可以配我一些些金扣的包 我觉得这个扣有点像玫瑰金 很配我的那个 康康 近期想要拿凯莉 我也是想要金扣的 不知道何年何月可以拿到 那这个也是蛮好看的 而且这个旁边 还不错 其实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西衣皮 第一它有点贵 我买不起 第二就是我觉得它那种密密麻麻的 我不是很喜欢 但是这种小面积的点缀是还不错的 这个颜色也非常的温柔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它有这个颜色的 但是不是西衣皮的 那个就会比这个稍微划算一点点 我不知道别的国家是怎么样 但是澳洲这边最近规则好像变了 就是以前我买东西 就是我什么东西我都喜欢订 就是我看中了一些什么鞋子啊什么 我就会在我的sales帮我订一下 或是那种销售室 但是最近我的sales刚跟我说 就是澳洲这边是已经不可以订货的了 除了一些珠宝 家具 还有什么水晶 我忘记了 反正都是那种 不是很多人喜欢买的类别 它是只有那种可以订 别的东西呢 就是店里有你就去买 如果没有的话呢 那就也没办法 而且如果店员帮你hold的话 只能hold三天 还有一个更致命的就是 他没有办法网上支付了 因为我上班嘛 我没有办法老是去 所以我以前都是网上支付 没有办法了 所以我觉得他们家就是针对有钱有闲的人 不适合我这种打工人 OK 另外一对就是这一双熊猫鞋 我等了 这个是真的等了一年了 所以我非常的期待 他来的时候我的Sales都忘记 我订了他 就是这个非常经典的黑白色 还有一些皮的这个 这双鞋我还没有穿上脚 但是呢我下周要去旅游的时候呢 我就会戴上他 我老公有一双黑色 他说非常非常的好穿 我也听很多反馈说他很好穿 就是我感觉他整体质感很好 而且这个黑白色超百搭 应该是我一个利用率很高很高的一个单品 现在再说一个他们家的手链 就是我在他们家至今买个最贵的一个配货 这是爱马仕他们家的一个这个凯利链的手链 我其实很喜欢他们家的凯利半钻的镯子 但是我一直在考虑买不买 因为我觉得有一点贵 两万多 因为我想要白金的 那这个凯利链呢 我个人觉得性价比会比凯利手链高一点 而且他整个形状我是很喜欢的 戴上手就是这个样子的 很好看 我戴稍微有一点点大 但他已经是最小码了 他上面的这个钻呢是真的很亮的 而且他的这个设计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他们这个有个凡的就是 他很容易这样子坠下来 而且我很容易戴戴戴的时候呢 这一边就跑到我的手里面了 所以就等于这个钻子我自己可以看到 但是这个东西 是我在他们家买过最贵的一个配货 但是我真的非常的喜欢 很好看 而且超级录里闪 显得我整个手很秀气 而且他的这个金我觉得应该是玫瑰金 最好看 而且这个自己戴也很容易 你就这样子 扭一下 卡壳了 那我这个先不拖 先说一下我最近拿到的一个小小包 就是爱马仕的mini Evelyn 其实我一直都很想要一个这个mini Evelyn 我的这个颜色是Nata配金口 这个颜色非常的奶奶的很好看 跟我Burken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灰啊 跟我Burken那个白很不一样 那个呢就是有一点带灰度的感觉 显得整个人更清冷 就是我觉得那个配银扣是很好 这个奶油白配金扣真的很好看 他们家呢有一个毛病 就是他们的这个肩带特别长 现在我稍微改造了一下 可能是有一点丑啊 然后呢他的这个长度就现在比较适合我一点 就变成要下一穿睡裤的要不要介意 就变成这个样子杯 也是非常好的 就这个长度我觉得很合适 还有呢我也可以这样子杯 也是刚好的 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 他们改造是买了一个那种小金圈 然后呢可以把扣在这里 然后把那个馅儿这样子围着 我已经在眸包上面买了 所以我到时候会试一下 但是这个颜色我真的觉得很好看 整体的皮很软 里面装的东西呢其实不是特别多 我买了一个这个内胆包 因为呢我在拿到这个包之前 我就提前买了这个内胆包 这个小小的内胆包 我买的是这个柠檬黄的颜色 我觉得配在这个小白里面也很好看 它的这个后面就是这样子可以扣起来的 很多人都说 它好像原来杯的方式是因为 是应该这个在外面的 可是呢这个logo在这里 当然是这个样子杯会比较好 最近我杯它的使用频率蛮高的 而且它的这个皮颗粒感很重 就感觉很耐磨不容易磨脏 但是我觉得白色可能会容易脏一点 就这个包我觉得性价比很高 装的东西会比Chanel的小飞包多一点 而且我觉得它夏天配小裙子或者是休闲一点呢 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款包我甚至有想要再买一些别的颜色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也是一个比较短一点点的购物分享 但是呢今天分享的东西含金量都很高 希望大家给我一键三连 多多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